嗨,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午茶和茶点 茶点是偏中式的,类似豆沙锅饼 所以我们就不泡咖啡,煮一壶奶茶 我们先来煮茶 把茶饼好,弄开弄碎 如果你要煮1000cc的奶茶 就要不少于10克的茶叶 10克槽上才够浓 所有烘焙过的茶叶都合适用 然后给它倒到茶包里 那没有茶包呢,就这样煮 煮好了以后呢,过滤一下 封口 塞过来的时候,这个角一定给它塞挺了 要不然容易往外冒 我们先开始煮茶 水不能多过奶 你可以四六分 或者三比七 煮开后还要小火慢煮 要煮透汤 水开后大概还要煮个五分钟左右 是这样的深咖啡色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茶包取出来了 待凉后还可以挤压一下 然后我们直接加六分或者七分的奶 就给它温一下 综合一下 综合一下 不用煮开 煮开了会粘底 我们马上给它移到茶壶里 我用的是咖啡壶 这样呢可以保温 特别是冬前 好了,一壶奶茶泡好了 接下来我们用春卷皮 做几个小小的豆沙饼 做点心 挑最小的买 豆沙袋袋 外面洗干净 因为我们待会一直要碰到外面这个塑料包装的 这里剪一个口 春卷皮放菱形 豆沙挤出来 压扁 翻一个深 一边先覆盖过来 转个深 这边再盖过来 这样两边厚薄就非常均匀了 小小的很秀气 像点心 如果你想外皮多一点 或者包大一点点 你也可以用两张这样叠起来 因为长度不够 要早早翻上来 转一圈 再盖过来 这个就比较大一点的 我们锅底放薄薄薄油 油温温的 豆沙饼就朝 Captain 接口朝下 火不要太大 煎至金黄翻面 兩面金黃了 準備出鍋 奶茶捂著 點心備好 三兩自己 一下午都可以坐著安心聊天了 好今天這個視頻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拜拜 喜歡糖的自己加糖 好 詞曲 李宗盛